大家好,欢迎来到万卷书宣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文章是 中庸的哲学 子思 作者林玉堂 我相信一种注重无忧无虑 心地坦白的人生哲学 一定会劝我们脱离一种太匆忙的生活 和太重大的责任 因而使人减少实际行动的欲望 在另一方面 现代的人需要这一阵玩世的倾鲜的风 因为这对他是有益的 那种向前瞻仰的哲学 那种是人类在突然的浪费的活动中 过生活的哲学 也许比古今哲学中的全部玩世思想 要遗害更大 每一个人都有许许多多 生理上的工作上的冲动 随时随地可以抵消这种哲学的力量 这种放浪的伟大哲学 虽则很受人的欢迎 可是中国人至今还是世界上最勤劳的民族 大多数的人不能成为玩世者 因为大多数的人并不是哲学家 所以据我看来 玩世主义很少有变成大众所崇拜的流行的思想的危险 在中国 道家的哲学 获得中国人本能的感应 这种哲学已经存在了几千年 由每首诗歌和每幅风景画里 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然而 甚至在中国这个地方 人们依然过着熙熙攘攘的生活 依然有许多人相信财富 名誉 权利 立下决心 热切地要为他们的国家服役 如果不是这样 人们便无法生活下去 不 中国人只在他们失败的时候 才做玩世者和诗人 我的同胞 多数还是很高明的展览家 道家玩世的思想的影响 仅是在减低生活的速度 同时 在遇着天灾人祸的时候 引导人们去信仰动作 和反动作的自然律 这种自然律 结果是会使正义实现的 然而 中国思想上 还有一种相反的势力 和这种无忧无虑的哲学 自然的放浪者的哲学 站在对立的地位 和自然绅士的哲学 对立的是 社会绅士的哲学 和道家哲学 对立的是 儒家哲学 如果 道家哲学和儒家哲学 仅是代表 消极可积极的人生观的话 那么 我相信 这两种哲学 不是中国人的 而是 人类天性上 固有的东西 我们大家都是天生 一半道家主义者 和一半儒家主义者 一个彻底的道家主义者 照理 应该跑到山中去居住 过着隐士的生活 竭力模仿 乔夫和渔夫的 简朴的 无忧无虑的生活 因为乔夫 是青山的君王 而渔夫是 绿水的主人 道家的隐士 在山上的白云中 半饮半现 一边服侍 乔夫和渔夫的 相对闲谈 一边默念 山依然是清的 水继续的流着 完全没有理会到 那两个渺小的 谈话者的存在 他由这个理想中 获得一种 彻底和平的感觉 然而 那种叫我们完全逃避 人类社会的哲学 终究是 拙劣的哲学 还有一种哲学 比这自然主义的哲学 更伟大 这种哲学 就是人文主义哲学 所以 中国思想上 最崇高的理想 就是一个 不必逃避 人类社会 和人生 也能够保存 原有快乐的 本性的人 一个人 如果需离开城市 在山中 过着幽际的生活 那么他不过是一个第二流的影视 他还是他的环境的奴隶 城市影视是最伟大的影视 因为他对自己具有充分的节制 不怕环境的影响 所以一个僧人 如果回到社会中去 喝酒 吃肉 和女人来往 而同时 这种行为 不会伤害他的灵魂的话 那么 他便是一个高僧了 因此 这两种哲学 颇有合并起来的可能 儒教和道教的对比 是相对的 而不是绝对的 这两个学说 只是代表了两种极端的理论 而在这两种极端的理论之间 是还有许多中间的理论的 伴玩世者 是最优越的玩世者 生活的最高类型 终究是中庸的作者 孔子的孙子 子思所倡导的中庸生活 古今与人类生活问题有关的哲学 还不曾有一个发现 比这种学说更深奥的真理 这种学说所发现的 就是一种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 有条不紊的生活 中庸的学说 这种中庸的精神 在动作和不动作之间 找到了一种完全的均衡 其理想就是一个 半有名半无名的人 在懒惰中用工 在用工中偷懒 穷不至于穷到付不起房租 而有钱也不至于有钱到可以完全不工作 或可以随心所欲的帮助朋友 钢琴会弹 可是不十分高明 只可以弹给自己的朋友听听 而最大的用处却是做自己的消遣 古董倒也收藏一些 可是只够排满屋里的壁炉架 书也读读 可是不太用功 学士颇渊博 可是不成为专家 文章也写写 可是寄给泰晤士报的信件 有一半退回 有一半发表了 总而言之 我相信 这种中等阶级生活的理想 是中国人所发现的 最健全的生活理想 李密安在他的半半歌里 把这种理想 很美妙的表现出来 看破浮身过半 半知受用无边 半中岁月 今悠闲 半礼乾坤斩 所以我们把道家的现世主义 和儒家的积极观念调和起来 而成为中庸的哲学 因为人类生于真实的世界 和虚幻的天堂之间 所以我相信这种理论 在一个前瞻的西洋人的心目中 出看起来也许是很不满意 可是这种依然是最优越的哲学 因为这是最合于人情的哲学 归根结底说来 半个林白是比一个林白更好的 因为比较快乐 我相信林白如果只飞跃大西洋的半城 一定会快乐得多 我们承认世间非有几个超人不可 改变历史过程的探险家 征服者 大发明家 大总统 英雄等 可是最快乐的人 终究还是那个中等阶级的人 所赚的钱足以维持经济独立的生活 曾替人群做过一点点事情 仅是一点点事情 在社会上有点名誉 可是不太著名 只有在这种环境之下 当一个人的名字半隐半显 经济在相当限度内上层充足的时候 当生活颇为逍遥自在 可是不是完全无忧无虑的时候 人类的精神才是最快乐的 才是最成功的 我们终究需在这城市生活下去 所以我们必须把哲学由天堂带到地上来 好了 今天的文章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的话 欢迎点赞和转发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